最新的消息是要来关心 今天在南投的康健生计公司 41重伤的枪击案 嫌犯是正式的落网了 他同意夜间征讯 讯后是依杀人 违反枪划弹药管制条例等罪嫌 稍早9点钟的时候 已经移送台南地检署负讯 据了解他一改白天的嚣张态度 向侦办警方坦言后悔了 不过对于枪制的来源 他还是不肯交代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